上一期咱们介绍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 一种叫多富理论 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生物学家沙拉赫迪 他认为女人对自己的排卵命而不宣 并与尽可能多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以混淆父亲的身份 从而避免杀婴 另一个理论叫居家父亲理论 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生物学家 理查德亚历山大和凯斯里努南 他俩认为因为男人不知道女人什么时候排卵 那只好天天守着他不停的性交 以避免错过女性的排卵 这么着就催生了一副一期制 那么多富理论和居家父亲理论 哪一个更靠谱呢 乍一看多富理论是靠谱的 因为它有很过硬的生物学证据 条四条重要的说说 第一 女性在怀孕早期磁气素水平最高 性欲最强 也就是说女人在最不可能怀孕的时候 却有最强的性欲 如果不是为了搅浑水 这怎么解释呢 第二 男性的生殖器相比于身体的大小 在所有193种领长的动物当中排名第一 如果人类不是滥交的 进化出这么个东西的 有什么必要呢 第三 女性拥有多次持续性高潮的能力 如果人类是一夫一妻制的 也就是说女人在任意时间段内 只有一个男伴的话 他进化出这个能力有什么用呢 第四 费舍尔在书里也说 全球范围调查下来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哪个文化 女人发出性信号的时候 微表情下意识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说明这东西是源自天性 而不是后天文化建构 上面这四条 是支持多福理论的理由 但是多福理论无懈可击吗 并非如此 也有很强有力的证据 支持居家父亲理论 比如说 第一 瑞典的两位科学家 对68种领长类动物进行了梳理 发现其中有11种猿和猴 是一夫一妻制的 而这11种当中 有10种雌性对自己的排卵 是密尔不宣的 所以说雌性隐藏排卵期的症状 是为了乱交 这个说不通 第二 如果人的天性是乱交的 那就没法解释一个东西 就是嫉妒心 那所谓嫉妒 不过是独占的渴望而已 而这个嫉妒心 一定是人类天性中的东西 因为小孩子就知道嫉妒了 总结下来 我觉得多福理论最强的证据 就是女性怀孕早期 最强的性欲 而居家父亲理论 最强的证据 就是嫉妒心 那么两种理论 谁对谁错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 我已经迷糊了 那对于一夫一妻的起源 还有很多别的解释 比如说英国有个人类学家 名字我忘了 他说一夫一妻 是起源于生火做饭 因为原始社会 没有打火机 没有火柴 有一堆火 可是宝贝的不行 必须得有个人守着 那守着火 不就饿死了吗 所以就得另找一个人 出去采集植物果实 减食猛兽 吃剩下的动物残骸 本着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的原则 就形成了 一男一女的组合 又因为采集需要很大的区域 这就形成了 这一男一女 与其他人的隔离 翠华守着火堆 大柱子采来黄豆 捡来狮子 啃剩下的猪蹄 一锅猪蹄炖黄豆吃下肚 翠华心满意足的 往大柱子怀里一倒 一夫一妻宣告成立 这个生火做饭 导致一夫一妻的说法 其实是一个叫 女性间隔学说的变种 什么叫女性间隔学说呢 就是采集时期 十平方公里 才能养活一个人 这么着 两个女人翠华和小娟 就离得很远 一个花心大萝卜 她跑到翠卜那 发现大柱子已经在那了 她跑到小娟那 发现二酸子也已经在那了 这个花心大萝卜 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一个女人都没追到 就死了 而采取一鸟在手 胜过双鸟在林侧里的 大柱子二酸子 就有机会传递下了 自己的基因 但是这个女性间隔学说 虽然听上去 挺像那么回事的 却缺乏证据之称 首先从最古老的化石 一直到现在发现的 所有的原始部落 人类都是群居的 不像红毛猩猩那样 是独居的 另外还有个证据 就是美国有个人类学家 他亲自做了个实验 就是他什么工具都不拿 像原始人一样 住在塞伦盖提大草原上 结果证明 只需要一块锋利的石头 他捡回来 狮子啃剩下的肉 就足够十个人吃 也就是说 女性间隔学说 说为了生存 女人一个个离得很远 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所以关于一夫一妻的起源 正确的答案 可能还得是 多夫理论和居家父亲理论 两个东西之间混搭和综合 这个正是本书作者 海伦·费舌尔的立场 费舌尔是怎么对这个问题 产生好奇心的呢 因为他发现 全球不管哪个国家 芬兰也好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70%以上的离婚 都是发生在婚后三年到四年 也就是说 七年之痒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确的应该叫四年之痒 为什么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 都热衷于结婚 却又在四年后纷纷离婚呢 费舌尔就是从这里 开始了他的思考 费舌尔说 因为人类幼崽 实在是太麻烦了 小鹿一出生 就又会跑又会跳 而人类的胎儿 因为脑袋太大 只能在非常不成熟的时候 就要被生出来 如果小孩子也成熟到 小鹿的程度再生出来 女人的臀部 就要再宽上个三倍 那就完全没法直立行走了嘛 你想想这是个啥身材呢 这么一来呢 因为小孩子太麻烦了 单靠女人一个人 抚养孩子 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就需要男人的帮忙 这就导致了一副一气质的产生 事实上不光是咱们人类 所有雌性 不能独自承担 抚养幼崽任务的动物 比如说赤狐啊 织羹鸟啊 地企鹅啊 在一个繁殖剂里面 都保持一副一气质 你可以说狐狸啊 地企鹅的婚恋式 就像一根糖葫芦 它的一生中有很多伴侣 但是在一个繁殖剂里面 它都只忠于一个配偶 费舌尔说 人类也是这样 他发现 女人25岁到29岁之间 是离婚高发期 男人呢 是30岁到34岁 也就是说 人们的倾向是结婚 生个孩子 共同抚养到3岁 一个繁殖剂就结束了 然后趁着年轻 生育力还旺盛 再寻找下一个配偶 用费舌尔自己的话说 就是年轻 没有子女的男女 普遍会形成短期的配偶关系 然后抛弃彼此 接着又再度与人结合 生育一到两个孩子的夫妻 倾向于待在一起 至少将关系维持到 孩子脱离婴儿期 也就是三岁 这之后 很多人会离异 另觅心欢 而生了三到四个孩子的夫妻 则关系会维持很久 费舌尔的这个唐葫芦理论 能解释很多现象 比如咱总听说 过得不好的夫妻 发誓说 等孩子一考上大学 咱们就离婚 但是等到孩子考上大学 离开家 真的去离婚的中年妇女 却并不多 离婚的主力 还是二三十岁的这些年轻人 另外两口子过不下去了 天天吵吵闹闹 长辈往往会劝一句 再生一个娃 那从实际效果来看 再生个娃 也确实是挽救婚姻 最好的手段 那这尿布施啊 奶瓶啊 这个比满嘴弗洛伊德 马斯洛的这个婚姻咨询师 可管用多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非得离婚 再婚 生第二个孩子 这么不嫌麻烦呢 你和原配老公 和原配媳妇 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吗 还有 你费舌尔说 人类是唐葫芦式的 钻偶制 到了孩子三岁 繁殖期结束 男人暴露出了 打出蹄子的丑陋本质 出轨了 那女人又是什么时候 开始出轨的呢 她们出轨的理由 又是什么呢 好 这一期啊 咱们说的是 费舌尔这本书的前一半 我们为何结婚 下一期 咱们就讲后一半 我们为何不忠 费舌尔